大哥 我是宜農 中山北松山區的立道園候選人 我在國外常聽到American dream 那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浪漫的事情 那我自己有一個台灣的夢 我們對政治的想像就是 任何有話要說有事情想做的人都可以做 我會覺得現在要做任何等改革或者是調整 我們必須考慮到這個制度裡面每一個人 這艘船上每一個船員的感受 我希望我出來可以讓大家看到說不太一樣 2003年大學畢業後 從而還有再飛到香港高盛黃金歲月 我希望學更多做更多 每個禮拜會跟著整個團隊跟著老闆到處飛 去看不同公司不同國家 那實際是蠻難得的一個經驗 所以看世界的一個方式 也是那時候開始意識到說 其實好的國家政策好的公共政策 直接影響我們的一個投資環境 這也是我那十年我的心都大 所以轉回做公共政策的工作 我爸是一個學者 他從小跟我講 我希望你是你最好的朋友 可以跟你對話 那我們在餐桌上也會都會聽他們談 公共事務 所以那個一直是想要做的事 我念高中的時候應該是亞洲金融風暴吧 然後親戚有跟我爸媽借蠻多的錢去周轉 那最後就繼續就沒有了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很緊緊要力 才會需要一直幫忙 不好意思 那時候他從來沒有說過叫我先回國 我可以出國念書或者留在國外繼續念書 我當然知道是他們 就做很大的犧牲 學帶獎學金 那生活費要自己賺 所以最多工作的時候是一個四分工作 大學生都在外面歡迎 看朋友們最熏熏的進來點三明治 我在這邊做三明治給他們 禮拜天早上去學校的教會 那個薪水比較高 然後回到圖書館工作 能排就排 不能說完全自力更生 是就要獨立嘛 然後自己想辦法需要錢去賺 所以我知道每一天充分利用是什麼樣的感覺 大學畢業後有一天電話響了 所以可以請人我才會到香港 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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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開始寫文章 寫到現在 他用他的方式吧 去參與公共政策 都沒有出來選學 那我覺得我們民主化走到現在 定政策 立法一定是要 直接參與政治 對人民 對我們社會的交代 要不要說這是你想要為大家做的事 你老婆 只能比老三更加一 加你 眼睛大年被回答案 撤击了